2015年,梁星巨狼牙榜风靡全国,被其他国家引入也是大受欢迎。 狼牙榜火了之后,正午阳光很快就筹拍了第二部《狼牙榜之风启长林》。 近日,正式定档于11月20日播出,还发布了超长片花。 不过很多看了片花的网友并不看好。 其实虽然《狼牙榜2》的主创团队没有变,编剧还是海燕,导演还是恐生李雪。 但剧情简介,故事已和第一部全然不同了。 据悉第二部中,就只有孙纯饰演的萧亭生和刘军饰演的梁碧,是狼牙榜中的角色。 而主演团队更是大换血。 第一部的胡歌刘涛王凯全部参演,主角变成黄晓明、刘浩然、彭丽娅、张贵文。 这让众多观众很是不能接受。 其中最有争议的演员当属黄晓明,从最初的定角到片花播出。 观众对她的质疑声就没有消停过。 许多网友表示看到她就不想看了。 当知道她剧中并非第一主角,并且会很快领和饭。 不少人还觉得很高兴致心疼小明哥。 观众之所以反感黄晓明演狼牙榜二原因有二。 一个是小明哥因为这几年演的戏实在复杂的。 甚至在某些剧的表演都让人无力吐槽。 比如今年播出上古情歌,简直就是她和宋茜的瞪眼大PK。 好吧,论瞪眼宋茜赢了。 总之观众就是担心小明哥又要回去。 另一个自然就是胡歌在狼牙榜里表现太好了。 老胡当年还凭梅长苏一角夺得精英和白玉兰双料势地。 所以,要拍第二部,观众自然希望她出演。 近日,在胡歌出席活动时,就回应了不出演狼牙榜二的原因。 在采访中胡歌称,不接狼牙榜二对戏更好。 因为在第一部时候,梅长苏已经离开了。 观众在看二时候无法进入。 而胡歌的回应一出,也让网友大赞她高情商。 一句对戏更好。 既做到不得罪出演第二部的演员,又表达出应该表达的意思。 不过,怕观众跳戏就不接。 还在再次爆红之后花精力去学习充电。 不得不说胡歌真是个有艺术追求的好演员了。 很巧的是,在狼牙榜二确定定档在11月的时候。 由胡歌主演的猎场,再拖了整整两年后。 也终于定档11月8日。 两部大制作的电视剧同一时间上映。 相信到时候免不了一番较量了。